美军这是要准备打仗 最近 美海军七大舰队精锐进出 会合了六支航母打击大队 三支两栖攻击舰编队 75艘舰艇 约2.5万余人的兵力 进行了夸22个失去的大规模演习 该说不说 就美海军此次演习的这个配置 除了剩下一半的美海军 没有任何国家能在海上击败他们 一般来说 美军航母在低威胁区进行海外部署 或者秀机肉食 通常会派出一个航母战斗群 比如日本横须鹤港的第七舰队 就只部署了一艘航母 而在中等威胁地区 实施威慑和参与低强度战争时 一般会派出两个航母战斗群 比如2016年的南海 如果是高威胁地区 或参加大规模常规战争时 美军将投入三个或三个以上的航母战斗群 比如海湾战争 虽然美军这次只是演习 但演习也是实战的另一种形式 而美海军一下集结了六个航母战斗群 就说明他们在演了一场超大规模战争 而且很有可能是演习两线作战 其实这样的大规模演习 美军在2021年就搞过一次 只不过当时的规模比现在要小很多 美军只出动了两艘航母 再加上英国的一艘 要我说就是雷声大于点小 美海军的海上实力很强大 这一点毋庸置疑 别说单挑了 群殴都不一定殴得过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能打败美国一半海军的只有另一半美海军 但关键是 谁闲着没事去海上跟你solo去 航母他再厉害 也只能在常规战争中出出风头 问题是 如果你六艘航母都开到别人家门口了 你猜别人的核导弹会不会对准你家门口 也就这几年还能搞一搞这种大规模军演了 再过几年 前几宗你你自己都要退役了 没退役的也快到了大修年线 福特级又一直难产 届时美军能调动的航母会越来越少 有些人越缺什么就越爱炫耀什么 想借此机会嗅嗅肌肉 殊不知圣极比衰回光返照 这将成为失去全球海上霸权的开始 你有没有发现美军的航母优势越来越小了 以前觉得美军航母就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得人喘不过气 现在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了 为什么 因为咱们现在有很多种能对付美军航母的方法 最近美海军不是搞了个大规模演习2023 集结了六支航母战斗群和三支两栖攻击舰编队 进行跨22时区的大规模军演 在此之前美军还进行了红旗2023演习 这次的红旗军演是美空军首次与美海军航母打击群联合举行 美军为了这两场演习可以说是下了血本 除了航母打击群还出动了F22、F35战斗机和B1比轰炸机 当然美军此次演习的兵力并不是集中在一起 而是海空兵力分散配置 一个萝卜一个坑 这种作战理念叫做分布式杀伤链 分布式杀伤的优点是能够占据有力位置 共享战场信息 且降低了被团灭的风险 但缺点也很明显 就是分散了力量 容易被逐格击破 现在的侦察手段和二战时期有着天壤之别 二战时期没有卫星 也没有高科技 航母起脸了才能看到 而现在的卫星侦察手段 不管航母躲在哪个角落都能找到 除非盖个大方子把航母放进去 或者钻进海底才能躲避卫星侦察 一旦航母被发现 等待它的将是绚丽的烟火 铺天盖地的导弹就飞过来了 以现在的导弹技术 除非搭载核弹头 不然想用一两枚就解决航母那属实夸张了 但是导弹这个东西 它跟航空母舰的造架比起来不值一提 一艘航母的造架能够生产无数枚导弹 用导弹进行如雨点般的饱和式打击 即便航母不沉也得失去战斗力 而且现在的常规导弹射程 从零到数千公里都能覆盖 已经超出航母作战范围好几倍了 当然 咱不是说航母没用 航母在常规战争中的重要性无可替代 但是拥有航母的同时 也要有能克制航母的方法 有毛也有盾 知彼知己才能百战百胜